不是我给你泼冷水 是我想让你的市售成本降到最低 不至于我们辛苦涨下的钱 就这样打水漂 做餐饮我们就要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的走稳 我建议餐饮小白先从摆摊开始练起 原因如下 开店房租成本高 对选址要求也高 如果稍有不剩 选址没选好的话 那么失败的几率就占了一半 摆摊几乎不用房租 没有房租压力 重要的是摆摊可以灵活地换地方 这个地方不行 那我们换个地方继续干 这样就避免了店面生意不好 我们花大家钱装修出来的店面 如同鸡肋 气质口气 心有不甘 死手和死死头 那说完摆摊的优势 那我们来说说摆摊的历史 摆摊风吹日晒雨淋 每天搬上搬下 非常的辛苦 如果你吃不了这个苦 我建议你不要干 干了也是白干 只要我们用心干 慢慢就会积累很多餐饮的经验 以至于以后开店的话 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好